現在旁邊先做完 做完之後其實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因為其實主要還是前面一串的 你不太可能說你把後面步驟做出來 放在那邊怪怪的 所以理論上做完一次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可以把剛剛的動作 可以再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合併的技巧是這樣 就是可以把它拆成 第一個我們可以先用fine fine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需要把它放到mid裡面 可以用貼的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 我先把剛剛做的fine fine前刮弧先把它複製一下 但是複製的時候不要複製到等號 因為到時候貼的話不需要等號 那前刮弧跟後刮弧其實差別在刮弧 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們先把 一樣是在第三列來做 因為第一列裡面沒有刮弧 看起來會怪怪的 我們先第一個 先猜完數 那因為剛剛有用過 所以我習慣用最近使用過的函數 mid函數呢 那test在前面 所以告訴他說 在a3裡面幫我做什麼 star number貼上前刮弧 因為就是在前刮弧的位置加1 所以把前刮弧的位置加1 ok 那我們就前刮弧的位置 把它加1 幫我找找看 然後呢 第二個是什麼呢 要幾個字 後刮弧 所以你貼上之後 把這邊把它改成後刮弧 把它改成後刮弧 把它改成後刮弧 所以欠前刮弧 再減掉一個字 ok 這時候看一下結果對不對 第三屆冠軍 沒錯 按個確定 好 再來的話 ifl 所以ifl怎麼辦呢 把剛剛的公式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減下來 再插入一次函數 找到最近使用過ifl 把剛剛的公式就是value貼上 如果這個的結果發生錯誤的話 當我變成沒有 就是兩個雙以後 就是幫我清掉的意思 ok 按確定 理論上這樣向下填滿 放開 ok了 向上填滿 因為上面還有一個 所以把它向上再填滿一個 因為這邊也是沒有這個刮弧 所以保持空白 ok 這樣就完成 所以理論上 我的習慣 反正再複雜的這個邏輯 一樣 我就分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反正先做完之後呢 最後呢 再用剪貼的 剪下貼上 剪下貼上 反正呢 管它有幾次 反正剪下貼上 但是呢 在esail裡面 如果像比較複雜的東西 聽說真的 用函數來做 真的反而不適合 因為邏輯太複雜 你在同一個儲存格裡面 哇 打這麼多邏輯 太麻煩 即便做對 也是很花時間 而且 錯誤的機率也蠻高的 所以像比較複雜的邏輯 我反而建議用VP來做 反而用VP來做會簡單許多 那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我希望 比如說以之前講過的 這後面其實就可以刪掉了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刪掉 那請各位把剛剛做的這個東西 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Action名稱叫什麼 叫聚集好了 做完把這個刪掉 那各位也可以複習一下 之前也講過 就是 Action我可以怎麼樣 假設 錄製一個聚集是 叫 刮鬍 刮鬍自串聚集 按下去 自動幫我做完 另外一個是清楚 這個也複習 所以 你們可以錄製聚集 先彩排一下 應該還記得那個動作 一 所以我先錄製聚集 那聚集名稱的話 叫什麼 這個 這個 刮鬍 假設 刮鬍自串聚集好了 OK 假設這個 然後就 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就開始 你錄下來的動作 就變成成熟 所以不能亂錄 按確定 1 優標先放在B2 上面打個勾 向下填滿 好 錄完了 1 停止錄製 2的話 優標再放外面 再錄製一個叫什麼 也許叫清除 清除聚集 因為名稱 因為前面我們好像 VBA也會用到這個名稱 所以名稱不要用 一樣 後面多一個聚集 按確定 那清除的話 優標放這邊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Delete 好 完成 停止錄製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會有兩個 一個是光無自算聚集 一個是清除聚集 當然你可以執行看看 執行OK 然後這邊也是執行OK 好 那就是再來怎麼樣 把它插入按鈕 一個叫光無自算聚集 一個叫清除聚集 所以這邊的話 把這邊直接貼上 然後這邊複製一下 因為為了要讓按鈕一樣大 比較簡單的方法 我習慣是 直接用貼的 指定聚集 那這邊要清除聚集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直接 再來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剛剛的動作 全部都OK了 那差別是說 然後呢 我們其實是直接把 那個公式 等於是 再把它丟到儲存格 它就執行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個錄製聚集 的複習 這邊的複習 那做完一樣 我們會需要 怎麼樣 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叫VBA 那VBA部分的話 實際上呢 也是會有兩個 一個是按按鈕 一個是制定函數 就剛剛講的嘛 那只是差別 就是怎麼樣 在VBA裡面的邏輯 其實可以跟剛剛 一模一樣 剛剛做的 其實邏輯一模一樣 但是會有差別是說 在Excel裡面的 函數名稱叫Find 可是在VBA裡面 用的函數名稱 雖然功能一樣 但是名稱不一樣 我們可能需要 改一下名稱 像之前那個 Excel裡面叫TES 在VBA裡面叫Format 不過其實好像 差不多 待會的話 會把Find 改成叫INSTR 另外一個函數 MID的話 一模一樣 一樣要寫個回圈 所以待會 VBA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 不過其實 即便再困難 大概也跟之前寫法 差不多相似 所以你們要學習的是 第一個啦 反正函數做出來邏輯 你就有辦法把它變成VBA 那以後你所有工作 當然都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你只要函數做得出來 VBA也可以做得出來 也可以把它按鈕做出來 以後的話 你就工作裡面 就有非常多按鈕可以按 按完之後 事情就搞定了 OK 所以請各位 複習一下 把那個錄製劇齊的部分 試著做做看 OK 錄製劇齊 再來的話就是 拽寫VBA 我們是 利用那個 今天講的這個 4回圈 有沒有 然後自動追蹤 最下面一列 然後自動去查到 它的前瓜糊 它的後瓜糊 把資料幫我切割 放到儲存歌裡面 一樣的邏輯 要怎麼做 而且可以先試試看 反正試錯也沒關係 至少動動腦筋 錄製劇齊的部分先做 VBA